记者罗天兵台北报道,军方今年要求部队训练药实战化,实弹训练及使用弹药也因此大幅增加。 军方官员今天说,在加重官兵实弹射击的政策要求下,经统计,106年全年训练用弹药耗动数,比105年全年增加达680万余发。 国防部官员说,国军部队训练以实战化为核心,超敌胜敌为目标,本从严,从难,从实要求,自106年部队训练面临兵役制度转型,人事更迭及兵员退步现象,出入力维系战力的水平外,以衡量国际环境的军事威胁,同步调整训练结构。 官员说,在加重战力,实弹射击,检测配比,模拟仿真性士兵对抗测考,增加部队射击频次要求下,险舰基地训练检测训想与标准,更具困难度及挑战性。 经统训器106年训练用弹药耗用塑胶105年增加680万余发,在联合演训及精准弹药射击方面,官员透露说,106年度一国军部队训练训令已实施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,即抽测70个单位,测考军打合格标准, 令结合汉光33号演习时兵演练同步实施联兴,登陆,反登陆,联云,空降,反空降,操演及外离岛联信操演,澎湖反周波操演,此外,三军联训基地去年实施4T次联用操演,检测均合格,并于9-11月间游乌秋,马祖,东引基金门指挥部各实施一次联信操演, 建立联合战立位导向,使国军透过联战基础训练,军种联合演训及国军联合作战演训,如此提升联战素养